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一样 那么道雄也是 比较起来的话 台股其实跌得比他们更前面了 所以来看看费办的走势来说 昨天是一根黑K下来 现在来讲的话 盘后都开始有些反弹 包括像是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其实是抢的 包括昨天一根黑K下来 但是还是比台股要强得很多 这比台股要走得更强 台股其实都反映在前面 台股不只是常常领先反映 而且还有时候会过度反映 先来说说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昨天大家看得心惊胆跳 因为昨天几个事情 第一个第一共和银行的事情又出来了 第一共和银行一天就跌了四成 很多人想说 之前的事件又要重演了 大家记得在不久之前 矽谷银行的事情 那个时候也是曾经一起骚动 台股当时也是一度有拉回 但是当时如果你是看到 那一个利空而去砍的人 你会发现后来上来那一段 其实个股涨很多 我们先把那几个事情 来把它理清一下 因为当然有事件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这事件的影响层面是大是小 然后再来它的幅度有多少 那你先把这个厘清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盘里的操作策略就会出来了 所以我先说 那第一个第一共和银行 那么因为资金还是在流出 那当然如果你是存款人 你也会这么做 因为基本上来讲 反正就往大银行走 所以对第一共和银行来说 它资本是流出的没错 但是对其他银行来说是增加的 所以这个事情 严格说起来它也不是新事件 因为之前就来过一次 那之前来过那一次的时候 还延伸到了这个德意志银行等等之类的 那那个时候事件更大 但那个事件最后 你发现它就是一个很短暂的现象 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过去事情的 过去事情产生的后遗症 对不对 那并不是说 它是因为 它是因为债券的突然暴力升起 之后产生的一些后遗症 那这后遗症 其实就长期来说它还是会回来 因为你债券上的减损 你持有道道其实它是不改变的 它事实上是不会亏损的 那当时创造一个很好的买点就是了 因为当时下去了之后 上次那买点这么来的 对上次这个很漂亮的买点 它上去以后其实就创新高 那低贡合银行其实 它就原来事前的延伸 它其实不算一个新事件 当然你说这次上次讲矽谷银行 这次讲低贡合银行 其实上次也点名到低贡合银行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原来的事件在把它 原来事件的延伸出来的而已 那不能算一个新事件 那上次美国其实态度也讲得很白了 那不会有什么真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觉得话题性来讲的话 比较大一点点 那当然对个股 对低贡合银行本身来说比较有影响 但是上次是因为大家一开始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它全面性的影响 那第二次再来的话这个范围就小了 也就是说大概就是影响低贡合银行本身 影响比较大一点点 那其他大概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因为你整体来说它东西并没有改变 它是从小的银行存到大银行 那再来之前的 之前的就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所以就潜力可循 然后再来的话 那市场上也已经比较有了经验 所以这事情我觉得就心里面的影响 对整体市场来说的影响 那事实上我觉得就很短暂 那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还有包括 也有人在谈到美国的国债 美国国债上限 那稍微有一些资历朋友应该都记得吧 对不对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美国的国债 它就是一个 应该说 它中间是一定会喊话的 一定会讲一下 之前的时候也是这样 但最后这个上限就是两个协商就好了 所以你说它会对整体的 后面的这个产业有变化吗 我觉得影响其实是不太有 那短线心里面的影响 倒是会有一点没错 但是那种影响就很小 所以你如果看到今天早上 这一头拉股的新闻看到以后 大概很多人都觉得心惊胆跳 好但记得我昨天跟你讲的吗 这里不是给你下低的吗 对不对 那下来你要少买点吗 是不是 那短线上其实已经连续跌了好几天了 对那我昨天说融资是减的不太够 那昨天融资又开始 昨天又减了一些 这个礼拜一增加一点后 昨天就又开始减少了 所以昨天减的比较有感一点了 对不对所以你看筹码又消化以后 那么今天就开低走高了 好来看看今天的大盘呢 那么都开低走高 上面是大盘指数 下面是OTC指数 好那大盘10点出头见到低点 好那今天从最低点86点 到收款的时候涨3点 那拉了大概90点出来 好那OTC的话也是 他更早9点多就见到低点了 然后一路走上来也是翻红 好所以今天两个都留下来 长长的这个下影线 好现在看看大盘 那昨天我就讲说 你不用悲观 对不对那昨天当然全市场都很悲观 好就是因为昨天有恐慌性的慢压 所以昨天出量往下 好那我之前讲说 你见底的时候就是会出量 好所以这个出量之后 今天就是求量说指纹 好那今天量说指纹之后 接下来怎样 接下来的话现在KD在低档 其实你真的不用杀低 对不对因为KD在低档他随时都会反弹 好那话又说回来 这种因为恐慌性的事情造成的 就跟上次一样 对不对上次到低档之后 很多人砍在这里真的会呕死 对不对因为上去以后这里 你看指数长不少 其实个股长更多 对不对各股的空间又更大了 所以我就讲说 短线他不是叫你下低的 对不对虽然说你会看到很多的利空 对不对但哪一次的低点 不是你看到很多利空 是不是如果不是有 这些短线的这一些利空的话 那他怎么去怎么把抽码清出来 每一次的低点 从来没有一次的低点 是在利多的时候看到的 那一定都是有短线的这个利空 但利空你也得把它分出来看 利空你要看一下 你是看长还是看短 所以我说 要先知道一点就是说 这个 现在我们年限在扣哪里 现在年限因为他还在扣在去年4月那边 所以现在年限扣的位置 大约就在这附近 所以他扣在这个附近的话 他相对是怎样 他是扣在现在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年限还在从上往下扣的时候 他还在扣高点的时候 那我就说 你今年上半年的行情 他就是走走停停 因为你还在扣高档 你还没有到是正式开始往上喷出的时候 但他是越点越高 那你只要今年6月以后 他就会从 以现在的位置左右开始往下扣 他就会开始往下扣低点 所以今年到6月以后 那个年限很容易翻扬 年限翻扬的是什么 年限翻扬就是你真的是走多了 你真的是空翻多了 现在就是空翻多的过程 那空翻多的过程里面不用怕利空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会听到利空 每一次刚上来的出声段都是这样子 那不会万里无云 他一定会听到你很多反反复复的消息 一下库存多一点 一下库存少一点点 一下涨价一下不涨价 对不对 你一定会听到一大堆 对不对 景气循环就是这样子 在低点要上来的时候都是这样 那股票又因为会领先走在前面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上来的时候 他开始在往上说 你一定都还会看到一些坏消息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对不对 等到你都看到是好消息的时候 那早就已经年限就翻扬了 你当然全部都是好消息的时候 那年限应该早就已经翻扬上去 完全变多头排列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空翻多的过程 好那空翻多的过程里面 很多事情你就要会去看 对你看长还是看短 对就像我说台积电的事情 大家都在讨论 是不是 那我也跟你讲过 对不对 那悲观的人看短的人说 那个第三季 他说有一些产业还要修正一下 是不是 他不是说他自己修正 他是说有一些产业还会修正一下 对不对 他是说应该是说有一些产业还有一些库存 对不对 但他自己第三季成长 那你就看你是看长还是看短 对看短的人就会说 那这样子短线不会动 可能会修正一下 对他这样讲也没有错 是不是 但你看长的人就是什么 你看长的人就是大循环 确定就是已经要到低点了 对不对 这个大循环 之前的这个修正的循环 已经要结束了 新的应用还是强不是吗 是不是 再来告诉你AI还是强 对不对 所以你看长的人你就知道 对不对 他已经接近什么 循环的低点了 你不管是在第二季结束 或第三季还有一点点 那基本上那个讲的是产业的现实面 对不对 但股票又走在前面 所以你反过来讲的话 你大循环就是已经要翻多了 那你既然要翻多了 那你拉回不是买点吗 所以看你看长还是看短 是不是 那看短当然的话 你看短有一些人说 短线上修正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稍稍观望一下下也OK 但你要知道你是要准备好子弹 对不对 因为你接下来更长的力道是什么 更长是长期的力道 好 长线你看长还是看短 对不对 长的力道一定是 远大于短期的力道 对 长期力道的强度 跟幅度一定是 远大于短期的力道 对不对 所以你当然就是要准备好资金 是不是 你准备好资金就是 修正以后的买点 对 拉回以后的买点 那基本上如果没有这些 短线的干扰的话 也不会有拉回 是 但初三段都是这样 一开始的初三段 你一定都是看到反反复复的消息 对 一定都是这样 对 所以我常跟你讲说像2008年 那一次金融风暴 之后再上来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子 他也是一大堆的反反复复的讯息 但你可以确定就最坏过去了 对 你确定最坏就过去了 你要做就一件事 你要做就是准备好好赚钱 你要做就是把握好股票 拉回的买点 不是吗 对不对 好 所以大盘的话我觉得当然 来就准备要开始反弹 那其实现在五日线的乖离也非常大 更不要说十一线的乖离 那这么大的乖离 也十一线的乖离在这里 这个乖离这么大的情况 现在再往上的话 就会准备往上交叉了 好今天量缩是好事 对我昨天说报大量之后 第二天求量缩指稳 量缩指稳就完成了第一步骤了 好所以今天的话量缩是好事 你千万不要说今天量缩不好 今天量缩就是酝酿反弹 而且就表示这里的筹码怎样 恐慌性已经消化完毕了 那再回来看看OTC 对不对 OTC就更好一点了 为什么 因为OTC的年限早就翻扬了 是不是 OTC年限是已经正式开始翻扬 它转多头了 是它转多头了 所以它只有长多的修正 长多的修正而已 它的方向是往上的 那它的季线我也跟你说 它扣的位置更低 对 因为它扣底的位置在这里 它扣底在这里的时候 对不对 你等于短期之内 它都不会下来的 是 所以 机械破不破都一样是买点 破不破都是买点 对不对 跌破就是让你有更大获利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一样 有没有 长长的下影线 收了一个红黑 好 所以要把握这个好股票的买点 所以我常讲说 这个事情就是看你怎么看 你看短的话 当然你有很多理由 但是我可以看长的空间更大 是不是 因为产业东西都没有改变 对不对 那难道会因为 最近的稍微震荡一下下 然后AI就不做了吗 对当然就是不可能 那军工当然也持续进行 是这些完全没有改变 所以你要做的是 把握好股票的机会 那股票常常就是会有一些迷思 那要记得就是 行情都是在绝望里面开始的 低点都是在利空里形成的 那你要知道的是 那利空是短期利空 还是长期利空 对不对 它不是从高点开始的利空 对不对 它是在低点上去的时候的利空 那低点上去的利空 本来就会有一些利空 是不是 因为你低档开始的时候 就不是一 就不会是马上就是万里无云 这是很正常的循环 就像我这样说 2008年刚上来是这样 当时就是因为都是几单 都是几单 那很多人就说 几单这个不算什么 几单就是短期现象 可你不知道所有的订单 都从几单开始的 从几单开始变短单 那短单开始变长单 对不对 加上今年就是有新应用 今年就是有新东西 电子这次的新应用 比2008年要强很多 比2008年还要更精彩 是不是 2008年之后那个时候 电子新应用还没有像 现在这么样的 这么样的多 应该说这么样的有这个 这个 这么样的有这个 这个创造力 以前的话 还只是硬体上面的一些改变 但现在是在软的 在软的话 那就带动硬体整个大升级 所以我就讲说 电子有新东西 那当然其他的 船长也是一样 是不是 包括军工也好 好 今年也是新的 那很多人有看到最近的 这个探权 探权很多人问说 这是短线的炒作而已 还是真的题材呢 那我要跟你讲 其实那是真正的题材 为什么 因为台湾势必得做 对不对 全世界都势必得做 好 那这个情况需求是会上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说 今年就完全在新的应用里面 那你要怎么去把握新应用的标股 你当然就是利用拉回的买点 所以我才讲说你今天不用杀滴 对不对 你千万不要把它砍在地板上 是不是 因为今天就是让你去准备找买点的时候 是是 所以的话 来大盘 拉回来到这边 先来看看今天的话 就拉的下影先出来了 那目前五日线管理很大 十字线管理很大 五日线明天扣底到这里 所以明天如果拉出一根红黑的话 五日线就会开始 就会开始这个跌幅 这个角度就会开始改变 所以你在这里稍微震荡一下 五日线就会怎样 就会有机会开始走平 走平之后再一根红黑翻上去 那就跟当时的翻版是一样的 有没有 那明天五日线扣这里 明天五日线这里 后天扣这里 所以你明后天如果都上来一点点 在这里的话 五日线走平了 五日线走平之后就是什么 短线准备要去翻多了 那这就会变成 这一根的大量 就会变成一个什么 恐慌换手后的大量 那种筹码就杀得最干净 那个是筹码清得最干净的时候 这就把握好股票的买点了 那当然还有很多产业跟个股上面 等一下我们先跟大家说 要把握好股票的机会了 休息一下带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所以呢基本上 那这个经过这个恐慌换手之后 那接下来的话 该涨的股票该创新高的股票 就会继续再创新高 因为短线上面的干扰呢 有像昨天的话和礼拜五 这个最近有出现两天 都是恐慌性的沙盘 那昨天是无差异的沙盘 也就是说不管好股票坏股票 有成长没成长全部都拉回 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要知道 那好股票拉回你就是准备买一点 准备好机会 那当然我们先来看看呢 这个是六四七二的宝瑞 好那宝瑞今天是涨六块钱做收 来先来看看K线上面来说的话呢 来最近几天的话 已经横在这边一二三四 四天都横在这里 那用跟大盘对比起来的话 其实它比大盘更早指稳 好比大盘更早要指稳 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好这个原因是因为 后面的获利实在是非常的强 再加上低级的获利也很强 好所以呢 那么一二三四在这里横了四天 那虽然后面是几天大盘是跌了 好但你看到其实已经准备要开始往上了 那么现在五日线在这里 那五日线在这里明天扣这边 好所以明天扣这边的意思就是 明天在这附近五日线就走平了 走平之后再来 再来准备再上去的时候 上面还有一条月线 好月线不是问题 对不对因为月线现在是往上的 我想讲过均线最重要的不是他有跌破没跌破 均线最重要是他的方向 对不对他的方向是往上你跌破有支撑 跌破一样会上 好所以呢我才讲说有很多股票这两天是很好的买点 那当然他第一季财报强 第二季也会强 对不对 因为低毛利的东西第一季就 第一季到3月21号左右就正式结束了 那接下来都是高毛利的 所以接下来的营收只要维持在这附近 当然毛利其实获利会非常好 那不过还有新的东西 所以今年会逐渐贡献 好所以好股票你就要把握好机会了 对不对 那宝瑞之前也曾经有拉回过 是不是 像当时在这里拉回之后上来就是涨一倍 对不对 这里拉回之后也是好机会 好所以这边拉回到这里的话 我已经讲过这几天 已经比大盘要来很强了 所以其实有些股票都是 是已经准备要喷出去了 包括宝瑞也是 那包括材料也是 来看看材料明天解禁 好那最近他这段时间都在分盘交易 那一样看看最近这几天里面 其实已经一二三四 大概四天前就见到低点了 四天前见到低点之后就横在这里 好所以横在这里再跟大盘对比一下 好所以大盘是这四天是这样走的 好但是有些股票就是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就准备要喷出了 好那目前的话呢 一样跟刚刚宝瑞一样 五日线明天扣到这里 所以其实今天已经非常接近了 那明天一根上去的话 所有均线全部占回去 全部占回去之后就会怎样 接下来就挑战前高吗 接下来就挑战前高 搭配四月份的营收应该会非常强 三月营收也很强 很多人那时候看到的时候都在讨论 三月营收强但四月还会更强 对不对 因为三月份还没有完整认列 那四月份开始完整认列 三月份扩长 还要加上四月份有扩长 所以四月开始第二季营收更强 那毛利又更强 因为四月开始涨价 一个涨价一个营收 两个东西都往上 那带动的结果就是 你的获利就会大幅度的成长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就讲 你就是要找好股票的买点 有些股票拉回就给你上车的 你没有上车怎么会有后面的一大段 对不对 应该说有那一大段 你没有买给你无关 你没把握给你没关 就像今年的行情一样 今年的行情有几次拉回过 对不对 包括不久之前三月拉回一次 那次拉回就是你的买点 所以我常常讲说 你看到这么多消息的时候 你要先把它分出来 但是长线因素还是短线因素 对它对后面的东西有没有影响 是不是 就像我说盘最近的拉回 它对后面的结构有没有改变 应该是讲说 它对后面的目前落底 开始往上的那个方向有没有变 如果没有变 它还是在落底之后往上的方向 那基本上你要知道大架构是上去 大架构是上去之后 小架构里面 短线上的拉回 当然你可以做差价 或者你可以等一下等它拉回的时候 低点之后再买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低点是给你买的 你不要把方向做反 你要知道哪个比重大哪个比重小 对不对 往上的方向的比重大 对不对 中间小拉回的比重小 对不对 所以你是在中间小拉回的时候去找买点 对不对 好的股票也一样 所以好的股票大家记得要把握 那今年的话新的东西多 是不是 今年新的东西当然也包括军工 所以军工其实姿态都很强 好这个是因为人家有底气 那为什么说有底气 对 今年本来就是我们军工队元年 对 再加上台美又要扩大合作 所以一档一档轮流在创新高 那军工他没有一起全部喷出去 但是轮流创新高 今天保育其实也是创新高 那再来的话呢 那其实汉翔姿态也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距离前高只差一点点而已了 那再来 基本上大量都是守住的 对不对 所以这表示什么 表示筹码都在里面 对不对 表示法人的筹码都在里面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法人的筹码 有没有 所以你看到投信也是 大部分上低档买的筹码都还没有出 这里有一些短线操作没错 但是基本上面 底部进场都没有出 原则上都是锁定 因为你看今年是国家队的元年 再加上5月25日军火商要来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是 蛮有这方面的实力的 所以我常在讲说 有时候你要得看一下它的核心竞争力 那核心竞争力强的公司 你就得把我买一点 对不对 再回来看全训也很强 对不对 这是全训的走势 它其实也差一点要创新高了 那一根红黑上去 大概就马上刷新新高了 是 那美国军火商来台的重点就是什么 对不对 无人载具跟 无人载具跟飞弹吗 就是这两项吗 这两项其实也是 现在的现代化新型态的战争里面 发现最重要的东西 对不对 那飞弹里面的关键零逐件 是全训你就得用它的 台湾就一家而已 台湾只有这一家能做 所以从中科院时代开始就是一路累积下来 那又要扩厂了 对不对 第二次要扩厂 扩厂幅度很大 对不对 那扩厂的话一扩出来就是快要接近倍数的扩厂幅度 所以你新订单就可以怎样 新订单就有 你就有很好的产能 要不然你还受限于产能 不过基本上来说 他们今年都是 获利会开始提升本益比的提升 就两方向都会提升 所以我就讲说要找好股票就是这样 你要把握那个机会 那现在因为已经到4月底了 那今天算是4月的倒数第三天 因为已经礼拜三了 那明天礼拜四礼拜五 然后接下来放完假回来之后进到什么 就进到5月份了 所以5月的行情的话 你就得要把握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现在一个很好的点是什么 现在一个很好的点是 5月的行情会从低档开始 它是从低档开始 对不对 像当时的时候 4月行情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它就先有一个拉回 对不对 那环过来讲的话 3月行情也从上面开始 所以它是下去以后再上去 可是5月行情不一样 它是从短线低档开始 它短线拉回过再低档 然后5月份还有520 对不对 然后还有军火上来台 再加上5月份有些财报出来之后 大概就利空出警了 是是 因为有些财报 第一季就最差了 第二季就在足迹上 所以你得把握第5月份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5月份就要全新锁定 对不对 锁定好机会了 好那所以呢 来鼓励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 把握5月份全新的主流标股 尤其在4月份已经有拉回之后 低档就最大的利多 尤其是无差别拉回之后 坏股全部都有非常漂亮的买点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让你1变成3 直接1变成3 那到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而已 所以到本周末而已 来把握5月份的5月主流标股班 直接让大家1放大乘3 限时而且限量 所以到本周末为止 自己好好把握了 来准备5月份的标股 要一起赚大钱了 还没跟上的马上跟上来 详细细节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等一下就有电话 就可以直接播了 也祝大家错了顺利 明天见